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终点后 他们来不及休整 又马上进行推行速营车一公里训练 这让特战队员们的体能消耗达到极限 特战队员受领任务后 五间战斗演练随即展开 特战队员对暴孔分子藏匿地域展开搜捕 发现暴孔分子藏匿地后 特战队员分组按照交替掩护的方式进行搜索 发现一枚暴孔分子向北侧逃窜 举击处迅速起命 剩余一名暴孔分子企图对搜捕官兵发动突然袭击 特战队员迅速反应 成功将其制服 此次魔鬼州极限训练坚持全程带着战术背景 全程模拟对抗 再将智能技能 技能 技能和心理融入的基础之上 突出将封队战术和小队指挥 冠上至每个科目通过训练 特战队员的力量更尖 指挥更高效 协作更密切